大家好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在把这个晚年买回家摘种之后呢 前期要进行控养不能够施肥 那么说了很多原因之后呢 其实呢 我们这个时候给他控养了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我们控养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增加开花量 增加这个开花的时间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呢 刚刚给他摘种之后 给他施肥的话呢 他前期会长得非常的旺 长得非常的旺 但是呢 他又没有开花 这个时候他的跟进呢 长得特别的快 就会占满你的整个花盆 那么在进入开花期之后呢 这个新的跟进呢 没有啊 多余的地方来生长来繁衍了 那么就会抑制你的晚年的生长 那么这样就会造成他在开花期间的这个开花量啊 就会减少 或者是呢 这个开花的时间呢 会大大的缩短 所以呢 我们在前期呢 最好就是控养 不要施肥 那么我们等到你的这个晚年它的叶片呢 长出了六片新叶之后呢 我们再来给它施肥 施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要选择这个蛋铃甲比较均衡的不合肥 然后呢 用量不要太多 一次放几粒就可以了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